如果你沒有被動收入 你需要工作到死 在我學習理財之前呢 我覺得你要賺多少錢 就要投入多少的時間 要賺大錢呢 就是要勤勞腳踏直地去做傳統業工作 這是唯一的方法 想要成為大富翁呢 就要拼死活命的工作 整天懶散只會玩樂的人呢 就是會窮死 但是 好像不是這樣 一位叫馬斯洛的人呢 提出了一個理論 人類對生活有五種基本需求 生存需求 安全需求 社會尊嚴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自我超越需求 如果你的收入只夠你溫飽 沒有多出來的錢可以娛樂 規劃未來 那就是最底層的溫飽足 如果你的收入可以讓你溫飽 又有錢多出來 娛樂滿足尊嚴需求 你就是小康 如果你已不再需要擔心 前面三層的需求 你會想要實現自我 再超越自我 越底層的人呢 越容易滿腦子錢 因為你不斷的擔心 怎麼滿足基本生存需求 越高層的人 比較不容易想到錢 因為生存需求已經被滿足了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裡呢 因為如果要賺非常非常多的錢 對一般人來講 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拿我來做舉例好了 對我來說呢 賺取被動收入 然後每個月有穩定的現金流 這比較容易 讓我滿足前三層的需求 這樣子呢 我就有時間來滿足我後面兩層的需求 活出更有意義的人生 而不是一直想說要賺錢 因為錢要賺多少才夠 我發現呢 大家多多少少都對被動收入有一些迷思 在今天這個影片裡呢 我要跟你分享一些 我最常聽到對被動收入的迷思 第一 被動收入不需要任何的付出 我最常聽到的YouTube哪算是被動收入啊 拍片很累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拍就沒有錢了 拍片很累沒有錯 我等一下會講到這一點 但是呢 我先跟你解釋為什麼 它也算是一種被動收入 我今天這支影片的收入呢 不會只在今天得到而已 只要這支影片呢 一直放在YouTube上 有人搜尋 有人點開來看呢 我就會得到收入 再來呢 我不是只有這支影片而已 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呢 有三百多支影片 而且每一支呢都還有人在看 但是我需要每天重新拍這些影片 然後重新再上傳一次嗎 不用嘛 那這樣還不夠被動嗎 這個被動收入方法呢 不只僅限於YouTube影片而已 部落格 攝影 電影 音樂 版權都可以這樣操作 拍片很累沒有錯 但因為拍片是我的興趣 所以現在我有收入之後呢 拍片除了可以滿足我基本需求 我還可以更努力的讓每一個影片更好 超越自我 第二 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時間 金錢 努力 在網路上呢 我們常常看到有些人說 做某某某事 只要幾天的時間 或是一個月的時間呢 就會賺多少錢 然後常常炫耀拿一大筆錢 這樣子有沒有 但是呢我想跟你說 不管任何的事都需要付出跟努力 連建造被動收入也是一樣 假如說呢你想從不動產或是股票 得到被動收入的話呢 你要投資的金額有可能比你想像中還要多 不是說現在你投資一萬塊 每個月他就會給你身處一萬 或是呢隔幾個月他就變成一千萬 這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把我其他的影片看一看 心裡一直想著要快速制服的話呢 越容易被騙 第三 被動收入是詐騙 事實上是被動收入不是詐騙 你身邊的人呢 或許已經有被動收入了 只是他們沒有這樣叫而已 例如說 將房子租出去每個月收租 這算是一種被動收入 你創業的公司有一個系統讓他自己營運 雖然還是需要你監管 但那個收入呢不是用你的公司來換 那也算是被動收入 你是作家 將你的書賣出去每個月獲得版權費 那也算是一種被動收入 幫一家公司當業務 找不到的客戶呢可以每個月分紅 這也算是一種被動收入 第四 被動收入是永久的 我覺得呢這是最危險的迷思 讓很多人建造的被動收入 錢開始進來之後呢開始放著他不管 事實上是你偶爾還是要去管他 有些被動收入呢 你每天還是要去經營 即使他現在給你帶來收入 不代表這個收入是永久的 就像是這個YouTube頻道 最終呢有一天你們會離開 當你們達到財富自由之後呢 我覺得你們就不會再想看我的影片了 這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可以永久的 第五 你需要很多錢才能建造被動收入 利用美國指數達到財富自由的公式為 需要投資的金額等於年支出乘以25 如果你的年支出是20萬 你需要投資的金額是500萬 要拿500萬出來真的非常非常多 大部分的人呢無法一下子就拿500萬出來 但是投資不需要很多錢 有幾百塊美金就可以開始 例如說標普500指數ETF 一股呢只要200多塊美元 所以呢只要你有200多塊美元呢 你就可以開始慢慢累積你的資產 被動收入對很多人來說呢 算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事實是很多人都有被動收入 但大部分的人呢只focus在主動收入 如果你可以更專注的思考 怎麼增加你的被動收入而加以行動 你的被動收入呢會越來越多 這樣原本也要不可及的夢想 慢慢的會在眼前實現 好我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記得訂閱這頻道 然後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還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拍 unknown 哇 我做了一些完美的 이�衣服 吃完都有